韓國瑜挑起階級戰爭 說自己是庶民跟權貴之間的戰爭 不過現在他被踢爆 他在擔任北農總經理的前一年 居然就花了7200萬 在南港買了豪宅 我們來聽罪行說法 7200萬的豪宅 你不要再跟我講 你是滷肉飯或礦泉水了 原來是拿一般民眾的 錢來打選舉 儲蓄也增加了2000多萬 那這7200萬 如果韓國瑜說他是貸款的 我們幫他算了一下 貸款7成來算的話 5000多萬 每個月交貸款本息要30萬 一個失業的人請你告訴我 你30萬的錢哪裡來的 韓國瑜其實打從他雲林 超級大豪宅爆發之後 就沒有資格叫自己是庶民了 哪有庶民會有專車 哪有庶民會有私家車 哪有庶民會有六名隨戶 以及整個高雄市府的局處 收場隨傳隨到 所以在喊庶民的就是在裝庶民嘛 民進黨立委呢是齊身炮轟 因為一棟豪宅7200萬 一般人的這個財力的負擔 到底怎麼可能買得起 何況當時韓國瑜還是這個失業的狀態 錢到底從哪裡來又往哪裡去 其實在財產申報上面都還沒有看清楚 根據上一次雲林這個800萬農舍的案件呢 其實當時就已經對韓國瑜造成衝擊 而如今再度爆發7200萬的豪宅事件 恐怕這把火還會持續延燒